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政论天下 我是张天亮 今天是2022年1月29号 到了这个年终岁尾了 中共那边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新闻 眼看着呢 新丑年就要过去了 中共又开始了团败活动 中共官媒的新华社在北京时间1月29号报道说 这个中共领导人呢 慰问了一些老同志 所谓老同志的话 都是指这种副国级以上的干部 那么当然其中的政治局常委 作为政治这个正国级的干部呢 这个一定是要特别的报道的 所以这一次呢 这个新华社的报道 就详细的提及了这些老领导们的名字 那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呢 就是张高丽 因为彭帅事件之后 张高丽就没有再发过声 然后呢也没有露过面 其实这种退休常委 除了这种团败活动 或者是送花圈之外的话 很少是再有这种露面的机会了 也是为了避免这种老人干政之嫌 当然很多人看到张高丽露面之后 觉得张高丽没事了 其实张高丽并不是 因为这次露面才没事的 因为习近平可能一开始 就没有打算处理他 像这种男女关系问题啊 在中共高层基本上人人都有 而且都很严重 所以呢 如果你不涉及谋反的问题 一般呢是不会被追究的 张高丽呢是铁杆的江派 但是从目前习近平的动作幅度来看 孙力军之后就是这个案子 没有再向上追究 也许感觉孙力军的案子 到了正部级的赵克志呢 就到头了 这样的话呢 张高丽可能就更加没事了 张高丽因为他是属于正国籍嘛 所以说就是他要出事的话 之前总是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预兆的 到现在为止呢 中共还是在想方设法的 替张高丽隐瞒 所以呢 彭帅这个事情 虽然不断的这个有人在追究 但是呢 就是中共一直没有处理 所以就说明了 中共还是在这个帮助张高丽隐瞒的 不知道大家回顾这个新丑年啊 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事啊 咱们今天就聊聊天了 我想说一说 我印象最深的过去一年的事情啊 咱们这年指的是农历年啊 这个这些事呢 虽然在我们这里边的话呢 是一个简单的回顾 但实际上这些事呢 它的余波荡漾啊 会影响到未来的这个很长的时间 所以呢 咱们大家把这些事回顾一下 大概就会知道未来一年 国际国内的一些重要大事的走向了 新丑年的在这个中共治下 发生了很多人间惨剧啊 这是咱们说第一件事 就是大家印象最深的 可能就是甘肃白银的马拉松比赛 它是发生在今年的五月份啊 其实是五月下旬了已经 那个时候其实搞这种越野跑啊 按道理来讲的话 是不会发生冻死人这种事的 结果当时这个举办 这个马拉松比赛的时候 突然之间气温骤降 降到这个四度 然后呢 当时的这个顺时的风力的话 最大可以达到八到九级 然后又降雨 这样的话呢 就人身上湿 然后风又大 然后气温又低 体感温度的话呢 就不是零度以上 就变成零度以下了 甚至可能能够达到零下五度 所以部分的参赛选手呢 因急性湿温 就是他的体温这个失去了之后呢 就死亡了 然后呢 这个当时172个人参赛 有21个人遇难 死亡率能够达到12% 所以这个呢 是完全官员这个不作为造成的 还有就是郑州大水啊 到目前为止遇难的人数仍然不降 中共说呢 是几百个人 但实际上估计的话呢 可能会有几千人 因为你从那个停车场那儿 就是那个 这个沾满了烂泥的那些车 报废的那些车 那车的话 可能都不止1000辆 那一辆车里面三个人的话 那可能就得3000人了 对吧 这两次灾难的话都是属于官方不作为 那么还有就是官方乱作为 像西安封城啊 搞这种社会面的清零啊等等 那么这个其实也会造成很多惨剧 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这个呢 就是咱们今天说的第一件大事 就是一些 就是这个中共治下的一些惨剧吧 第二件大事的话呢 就是互联网企业遭受了重创 从马云被罚182.28亿元开始 后来美团又被罚了34个亿 就是中共是铁拳锤报的互联网企业 于是的话 引发了一批的高管退休的大潮 像快手公司的这个创始人肃华 就不再担任首席执行官了 然后京东的创始人刘强东 也卸任总裁的职务 字节跳动的张一鸣 才30几岁就持续了CEO的职务 然后拼多多的创始人黄征 这个像这个美团的这个王兴等等 就是一批互联网大佬 纷纷的退出了这个高管的职务 阿里巴巴这个创始人马云的话 也是这个早在2019年的时候 就辞去了董事会主席的职务 除了国内这些首席执行官的 这个离职大潮之外呢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滴滴上市之后 被叫停啊 被强制的从华尔街退市 习近平的说法是为了防止 这个资本的无序扩张 实际上就是因为这些互联网公司太强大了 川普被这个推脸油封杀以后 就推特脸书油管 被这个推脸油封杀之后呢 习近平突然间意识到了 这些超级大企业的力量 所以习近平一方面呢 是想拿到他们的用户大数据 另外一方面就是 要降低他们的社会影响力 同时也要限制他们的资本 渗透到其他别的行业 这些大的企业 因为他特别有钱 所以说他很多这个 这个一旦有一些企业需要投资 就是封口上的企业 他们就会投钱 所以像这个百度的话 那投钱到处都是啊 这个就是腾讯的等等 就是到处在投资 包括阿里巴巴也是到处投资 所以很多这个新兴产业的话 他们都是拿到过这些大企业的封头的 这些人他本来要这些钱 几百亿的现金放在那也没什么用是吧 所以他们就会去投一些很有希望的产业 特别是因为他们资本力量很雄厚 他们就是说你一般的企业的话 他们靠资本也可以把你炒起来 所以说他们在国内很多那种后发的企业的话 都是拿到了他们的钱 那么习近平的话 就是为了限制他们这种资本的扩张 因为这种资本渗透的话 你是如果不注意去看的话 他润物无声的慢慢就渗透到很多领域了 控制很多领域 包括媒体啊 包括金融啊等等 所以后来习近平一看情况不对啊 就开始去整这些大的互联网企业 这些大佬们一看情况不对的话呢 也纷纷的花钱买平安啊 要为习近平所谓的共同富裕要做贡献 当然滴滴退市 美团被罚马云出走 这个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啊 包括这个去年很多中概股 也是纷纷纵从华尔街退市了 就是因为大家看到滴滴的情况的话 都觉得投资这个中概股这个风险太大啊 而且像教培产业啊 像这个呃就是像呃就是余敏红的那个新东方啊 呃就是一些就是跟教培相关的股票啊 包括这些像恒大相关的房地产的股票 包括像这种滴滴相关的这种电商类的啊 或者是说互联网行业的这个股票的话 在华尔街跌的特别的惨 所以华尔街大佬呢 可能也不太愿意在呃 像这个中共的呃这些治下的企业在投资了啊 所以中概股的话就从华尔街退市呃 也不再那么吃香了 呃当然有些这个中概股从华尔街退市 是被华尔街强行踢走的哈 像中国电信这种还有中国联通这种 那么这些互联网大佬 他们在向习近平这个献媚哈 就是要这个给他捐款啊 什么之类的 就是推动共同富裕啊 这个呢就说到了今年第三件 让我们印象特别深的事啊 这个事情大概其实我觉得 应该在今年十大事件里面排名第一的 什么事情呢 就是李光满和胡锡进执政 去年8月29号的时候 这个人民网啊 新华社 央视网 什么光明网等等 这种央媒和数十家省区市的媒体 集中转发了这个李光满 他的一篇文章 叫做每个人都能感受到 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 这个问题 大家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 可以翻一翻我们8月30号 31号等等 我们做的那个节目啊 全国的最顶级的媒体 包括新华社都转发同一篇自媒体的文章 一定是出自最高层的受益 那么李光满这篇文章的话呢 其实堪比这个姚文元的 凭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关 就是吹响了新闻阁的号角 但是蹊跷的是呢 胡锡进突然跳出来应对新华社啊 说这个李光满的文章 完全是对这种全国形势的误判啊 这种耸动的全局性宣誓 跟中国的实际政策面严重脱离 属于少数人的狂想 所以呢 就当时李光满跟胡锡进之争的话呢 其实也就是文革和 就是改革开放之争 当然胡锡进不是为了维持改革开放啊 胡锡进的话 他就是呃 这个代表着某一个派系的势力嘛 那么这件事情的话呢 其实事情过了半年 我回过头来再看的时候 我觉得李光满的文章 很有可能是习近平在试水 就是全国的媒体 顶级的媒体 全部转发一篇文革回潮的文章 看一看在社会上的反应如何 包括我觉得这可能是 习近平不见得有这样这种智商 我觉得有可能是王沪明在测试 测试什么呢 因为这个十月份要召开这个十六届 这个这个这个六中全会嘛 十九届六中 十几届六中全会嘛 在十六届六中全会上 要发布一个中共的第三份历史决议 那么这个历史决议的话 涉及到对文革和对改革开放的定性问题 所以呢 在八月份的时候搞了一次试水啊 看看这个社会普遍的对文革的印象 和对改改开的这个印象 就是说如果重回文革的话 阻力如何啊 没想到在海外掀起的轩然大波啊 包括这个中共党内 都有一批人跳出来反对 胡锡进一定说的不是他自己想说的话 一定是中国某一派系想说的话 这样的话试水的结果 可能是习近平不敢轻举妄动了啊 既不敢肯定文革 他也不敢去否定改革开放 所以在六中全会上的话呢 对文革就没有改变定性啊 就是还是持否定态度 然后呢 对改革开放的话呢 还不得不加以肯定 所以我觉得李光满跟胡锡进之争的话呢 其实我相信啊 若干年之后 到我们回过头来 有一些新的这个内部消息 被透露出来的时候 可能会发现这是一个有意设的局 就是这个看看文革回潮 在社会上的反响是怎么样的 就是文革跟改革之争吧 那么这件事的话呢 其实就引出了第四件大事 就是习近平的军贫富宣言 当然习近平并没有用军贫富这个词 他用的是共同富裕的说法 但是呢 在提到共同富裕的时候 官媒大力开始宣传叫做三次分配 呃 我们知道第一次分配的话 是按贡献分配的哈 你有本事 你有能力 你多挣钱了啊 这就是这个第一次分配啊 你挣到钱了 第二次分配的话呢 就是税收跟福利条件啊 这是二次分配 所谓三次分配的话 就是让这些有钱的人捐款去做公益 根据彭博社的数据显示呢 就是在呃 今年就是不是今年 去年一年哈 就是有七位中国的亿万富豪捐款 捐出了创纪录的五十亿美元 比2020年的这个全中国的捐款总和还要多 这当这是在去年三季度的时候的数据了 然后的话呢 这个那些科技巨头们也纷纷的开始往外拿钱啊 像腾讯啊 就一下子就准备要拿出一百五十亿美元啊 拼多多是拿出一百亿人民币啊 帮助什么中国农业发展等等 其实呢 这就是打着共同富裕旗号的新一版的这种打土豪分田地啊 这就是习近平搞的第四件大事啊 第三件是文革跟改革之争啊 就是习近平在测试这个民间的反应的 第四件大事的话就是搞这种军贫富 第五件大事的话就是习近平捶爆了很多的产业了啊 包括电商啊 就是阿里巴巴什么滴滴之类的 他们都说过了啊 教培产业啊 就是大概有造成了上千万人的失业啊 这真的是一个特别的没 就是说既 蛮干 但是同时的话呢 就是又没有道理 就是你你完全不知道他到底为什么要把教培产业捶爆啊 这是这是 这个这个教培产业的话是被捶爆 还有一个就直播带货啊 像薇亚啊 被罚了13.41亿 然后还有就是娱乐业啊 被捶爆啊 像这个吴亦凡的像霍尊的赵薇啊等等 突然之间像赵薇一夜之间就消失了是吧 然后又引起了这个娱乐圈的大地震 像冯小刚啊张国立啊张子怡啊等等就纷纷退出这个文化投资公司的董事职位 然后像趴皮酱这种明星艺人的话关闭了工作室啊 一中天也关闭工作室 所以呢 这个就是习近平重拳捶爆了很多很多的产业啊 包括房地产 这个事情的结果就是造成这个中国的经济一下子就没希望啊 然后呢 这个很多创业的人发现这个创业太危险了 你真做大了之后就是等着被割韭菜啊 甚至可能就直接被灭掉了 被团灭了啊 所以呢 就是去年一年的话呢 中国大概有437万家中小企业永久性的关闭了 中国一共多少家这种中小企业呢 一共有4000万家 就等于10%的企业的一年之内永久关闭 然后呢 这个数字的话超过去同期新开企业数量的三倍多 而且就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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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量的话 就是这个今年注销的企业相当于2018年的十倍左右 所以呢 这个中小企业的关闭的话 实际上就是经济寒冬将至啊 因为中小企业是中国经济的支柱嘛 中国税收的一半都是由中小企业带来的 然后城镇就业的80% GDP的60%都是中小企业带来的 所以你这一下子一下少了10% 你可以想象一下对中国的GDP影响都有多大是吧 2021年的时候光中国的餐饮相关店铺就注销了100万家 呃 说明什么问题呢 就说明大家没钱去吃饭了是吧 快餐店注销了近40家 火锅店近10万家 然后这个呃 就是奶茶店是35万家啊 快餐店是40万家 将近是100万家的餐饮店倒在了2021年 这个也跟习近平的铁腕清零是有关系的啊 所以就是说这是经济寒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了 那么经济寒冬的话呢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就是咱们是要说的第六件大事 就是恒大危机引出的房地产危机 呃 由于这个经济下滑 然后很多人失业啊 结果呢 就会造成一个断供潮 呃 今年开年的时候刚刚开年就有20万名房主因弃房断供 遭到这个银行的起诉 在淘宝的这个阿里拍卖上已经有将近100起 就是超过170万套的法派物啊 比2017年的时候暴增了170倍啊 就是说大家这个房子供不起了嘛 于是的话呢 这个央行不得不放水啊 然后通过降息和降准的方式啊 向房地产这个注入流动性 恒大的危机其实到现在一直都没有解决啊 还有其他别的这个房地产业也在陷入危机 而中国的这个经济的话呢 是跟房地产企业深度绑定的啊 所以这个第六件大事的话也是经济寒冬的一个一个比较重要的标志 第七大事件的话 去年的第七大事件就是人口危机的爆发 人口危机其实早就爆发了 但是去年的是一个转折性的关口 就是中国开始出现了人口的零增长 当然中共自己还说啊 这个人口还是增长了几十万 但是对于中国这个十几亿人口来说的话 增进几十万的话跟没增长 没有增长是一样的 而且呢 其实这个中共的统计数据不准啊 就是根据公安部的这个户籍登记的话呢 其实去年中国一年新出生的人口只有887万 中共说是1062万啊 实际上公安部那边登记的人口的话呢 是少了100多万 所以实际上中国第一次开始出现的人口负增长 这个对于中国的房地产也好 对于未来的这个就业 就是这个老龄化也好 这个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就是说人口危机的话是在去年全面引爆 然后中共的话为了应对人口危机 让大家生三胎啊 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 就是中共意识到 他的这个人口问题的 已经到了一个不得不解决的 非常紧迫的程度了 1月10号的时候呢 东吴证券的首期经济学家任泽平 呼吁中共通过印钞票的方式 每年印2万亿 然后呢这个去鼓励这个声誉啊 然后就比如说等于是给一些这个家长一些补贴嘛 房价房子的补贴呀 或者是教育成本的补贴呀等等 就是这个给一些补贴 所以就是说中国到了需要补贴 鼓励大家生小孩的程度 所以你可以看到啊 就是说中国人口危机到了什么样的这个关头了啊 这个是这个其实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啊 呃其实日本也是 日本其实也是在90年代的时候 不光是当时的广场协议啊 就造成这个日元大幅度的这个贬值 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日本人口不如老龄化啊 20年的时候中国这个日本的老龄人口变得越来越多 日本的经济呢也就停滞不潜啊 因为等于是你就业人口变少了嘛 那么这个第八件大事的话 就是六中全会跟百年党庆了啊 这个其实都没有什么太多可说的哈 这个他都是习近平给自己这个连任造势的运动 但是呢 从这个六中全会上这个决议上来看的话 可以发现一个问题就是 习近平最终并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 因为习近平本来是想把自己摆到 跟这个毛泽东平起平坐的程度 然后把这个邓三科给甩掉 就是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和胡锦涛的科学发展官 把他们甩下去是吧 变成这个习近平跟毛泽东两个人在上边 然后邓江湖只能在下边 但是呢 这个习近平没有做到这一点 还是不得不提了这个邓三科这些这些人的名字啊 然后的话 也没有敢肯定文革 然后呢 也没有敢否定这个改革开放 所以其实第三份历史决议的话呢 雷声大雨点小啊 对习近平这个 其实并没有 就对习近平二十大连任的话 并没有起到真正特别大的作用 第九件大事的话呢 就是这个咱们就说得说一点科技新闻了啊 就是元宇宙概念的提出 还有一个就是加密币 到了一个大家的无法回避的程度啊 元宇宙就是这个扎克伯格提出了啊 把甚至把脸书 Facebook啊 整个公司的名字改成了元宇宙 呃 元宇宙的话呢 因为他需要涉及到很多在这个虚拟世界里面的 这个就是支付的方法 于是的话呢 各种各样的就是这个decentralized的finance 就这种分布式的金融 包括加密币呢 就变成了一个大家无法回避的问题 特别是去年的话 有了第一支这个加密币未来的这个ETF 就是这个 相当于大家可以像买股票一样的去买加密币 但是他买的不是加密币当下的这个加密币 买的是加密币的未来 那么这个事情到了一个大家无法回避的程度呢 今年就可能会出现很多对这个加密币的监管啊 不管是Bitcoin或者是这个 呃 就是像这个Ethereum啊 可能还会有很多其他别的啊 像Solana什么就是有很多其他别的 这个加密币就是可能会进入到大家的视野 那么加密币的话是不是有泡沫 这也是一个目前广泛受到争议的问题 今天我看到Goldman Sec啊 高盛公司有一个文章 说加密币的泡沫何时会爆掉啊 还是加密币根本就没有泡沫 因为现在呢 就是说各国可能都在考虑监管加密币 同时的话呢 可能要准备发行自己的数字货币啊 发行稳定币 那么这些事情对加密币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事情就是现在的一切的情况都不是很明朗 也可能是说一切事情都明朗之后 大家发现哦 加密币还是有未来的 于是会大涨啊 这是有可能的 还有可能就是说啊 一看这个官方发布的这种Fayette啊 就是这种这种这种就是法定货币的数字币的话 可能用起来也很方便啊 也有可能是会影响到加密币的上涨 当然就是说对加密币的话 有一批人的话 他们是属于这个多头啊 就是他们永远都认为加密币是要上涨的 包括那个方舟投资的那个木头姐啊 Cassie Woods 他就说什么比特币要涨到什么100万美元一个 然后什么什么我忘了 他好像说是以太币要涨到几万块钱一个 什么什么之类的 反正就讲了一些这样的话啊 但实际上是不是能够实现 他给的这个期限的是2030年 但是我觉得中间还有很多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啊 所以我觉得你如果没有加密币的话呢 你花一点点钱这个买买一买 就是作为投资 就是别错过这个风口 但是千万不要买太多啊 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一般来说的话 这个Hedge Fund的话 他们投资的话是不超过自己 资产组合的10%的 就是大家一定要拿闲钱啊 就是实在是闲的没用的钱 如果你真想买的话 因为这个东西 它的volatile是很高很高的啊 暴涨暴跌的这个 这个这个情况是 一天之内可能比如说暴涨10%啊 一天之内可能暴跌10% 所以呢这个 它向下跌的时候的话 它可能跌过90%都有可能啊 跌到百分之八十几 就跌下来百分之八十几都是有可能的 那涨的话呢 也是涨得很厉害 所以很多人的话呢 他就想通过加密币一夜暴富啊 这事呢 我觉得将来我可能专门想花一个时间谈一谈啊 就是为什么有人有钱 有人没钱啊 就是像这个巴菲特 他已经他已经把这个怎么在股市里面投资 讲得很清楚啊 他那个非常简单的规则 你知道他做的话 基本上就能够就是说赚的不错啊 就是能够能够赚钱的 但是呢 还是有很多人赔钱啊 为什么就是因为大家还是不听他的啊 为什么不听呢 这里边就有原因了啊 这个咱们将来有机会再说吧 那么加密币的话呢 得到大家关注啊 就是这个很多人开始购买这种加密货币 像比特币 有一个调查啊 像这个比特币有一个调查 就是只有比特币的人啊 有70%的人是今年第一次购买的啊 就是所以呢就是确实你会发现 大量的人在涌入到这个加密币的这个领域里边吧 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新的加密币这个被发展出来 所以这方面的话呢 我觉得就是说大家多做一点学习啊 那千万不要跟风啊 你要觉得加密币你是多头的话 当然我也没有没有没有意见啊 如果你是空头的话呢 那你有可能会错过这样的风口 但是也有可能你是对的啊 所以这方面的话 我就觉得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就是说大家千万不要 要把自己全部的身家之类的都堵进去啊 这这个我觉得太危险 那第十件大事啊 咱们刚才说了九件大事了啊 元宇宙跟加密币的事情 这其实今年应该值得特别关注的一件事啊 第十件大事的话 就是中共周边的外交环境的恶化 今年夏天的时候 在这个英国召开即期峰会 民主国家这个七国首脑的话 他们达成了一个共识 就是要增加民主国家产业链的弹性 所谓产业链弹性的话 就是不能够在产业链上过度的依赖某一个国家 其实就是不能够过度依赖中国 他们要把关键的产业都能够在民主国家有备份 然后呢 同时这个各国都在通过法案 这个促成这些关键产业的回流啊 在自己的国家建立产业 给他们补贴啊什么之类的 这个其实是对中共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中共其实跟国际社会 现在主要的这种交往 就是靠经济啊 就是靠钱啊 就是靠这个进出口 那如果民主国家能够建立自己独立的 相对独立的产业链的话 当他们对中共没有那么依赖的时候啊 他们就不用再这个那么对中共客气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啊 就去年的大事值得说一下 再一个的话呢 就是由于中共对这个澳洲的这种霸凌 造成了这个英国美国跟澳洲联合成立一个 叫AUKUS的这么集团 这个集团 然后的话呢 美国会 英国会帮助澳洲造这个核潜艇 这个也是一个就是非常大的事情啊 中共会非常恼火 因为改变了这个南太平洋的这个战略的平衡嘛 澳洲的话会变得强硬起来 然后再有一个的话 就是跟欧洲啊 跟欧洲的话 就是中国本来有一个投资协定 但是呢 因为新疆事件 这个投资协定呢 就泡烫了 看起来的话 也没有再重新就是挽回的希望啊 就没有任何挽回的希望了 因为习近平他是不可能示弱的啊 放弃对那些欧洲议员的制裁 那么中共对澳洲的霸凌的话呢 这个造成自己的国内这个就是发电的煤不足啊 就是所以造成这种限电的这种现象 这也反映出就是说 如果要是这个国际社会能够挺直腰杆的话 其实中共是不足为虑的 大家不要光看说你依赖中共的市场 依赖中共的这个这个这个产业产业链是吧 但其实的话中共更依赖你们啊 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啊 澳洲的话已经给大家树立了这样一个榜样 包括立陶宛中共都拿他没办法是吧 还有一个大事的话就是这个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公开讲话 说台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啊 这个日本有事就是美国有事啊 因为日本日美安保协定是在绑在一起的 所以公开的话向中共发出警告 就是如果你要是入侵台湾的话 那么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啊 日本要介入 日本只要一介入 美国就会介入 这样的话呢 我觉得对习近平会产生非常大的威慑力啊 对中共会产生非常大的威慑力 呃 这个呢 就是我大概回顾了一下 2022也不能说2022年 就辛丑年吧 这个十件大事 呃 跟大家简单的这么念叨了一下啊 这个这些事情的话呢 我觉得 大部分这些这些事情啊 对中国未来的影响都非常大啊 所以咱们就慢慢看吧 看这些事情发展情况怎么样 好了 那么今天的话呢 就是就跟大家先聊到这了啊 非常感谢大家 大过年的快过年了啊 来过来来看我们的节目 呃 明天的话呢 到时候我再这个上来跟大家拜个年吧 好了 那么咱们今天呢 就聊到这了啊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您对我们谈的内容感兴趣的话呢 欢迎大家订阅和传播这个频道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千古文明 会成巨著 百家大义 唯唯到来 希望之声精品网 希望之城 隆重推出张天亮教授第二部大型讲史系列 中华文明史 为您重现中国历史上最璀璨的文明之珠 让您在轻松的观赏中 寄取古老的智慧和对当代的启迪 今天就登陆 Landhope.tv Landofhope.tv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